曾国藩曾经一对名脸 养活一团春一丝 撑起两根穷骨头 这句话我们听了可能会纳闷 以曾国藩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不会缺钱 可是他偏偏把可以富裕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个穷字呢 这个穷字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刻的含义 敬请关注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三集 撑起两根穷骨头 我们知道清朝官员的俸禄是不低的 特别是曾国藩最后已经升任两江总督 直立总督 收入应该是很可观的 因此曾国藩虽然不至于过多么奢侈的生活 应该也不至于过得很辛苦 可是曾国藩和他的家人却一直过得异常辛苦 而且曾国藩也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说 无论大家想家是农工商 勤苦简约未有不兴 交涉倦怠未有不败 可见在曾国藩看来 勤俭节约才是兴旺的根本 而交涉懒惰就是失败的温床 守得住贫苦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一个穷子会让他坚持了一辈子 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 为我们精彩评说 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三集 撑起两根穷骨头 朋友们大家好 前几年流行一句话 叫做官要学曾国藩 经商要学胡学员 对吧 很有名 那么我们就想问了 做官到底要学曾国藩的什么呢 一般人都以为曾国藩 在晚清政坛始终屹立不倒 要学应该学他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 但是曾国藩的做官技巧到底是什么 说起来有一大堆 但曾国藩他自己认为 他做官的根本 做官最大的技巧 就一个字 什么字呢 穷 曾国藩在给九弟的家书里头 曾经袒露自己的心声 说到自己做官的技巧 为什么要说呢 就是他估摸着自己的这些弟弟将来也要当官 比如说在你们当官之前 我先把我自己为官的心得体会 说给你们听一下 这是我认为当官最重要的东西 将来你们进入仕途了 一定要以此为鉴 所以他在这个家书里头说 于是三十岁以来 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以官囊 积金以子孙为可羞可恨 故私心立事 总不靠做官发财以以后人 张鸣建林 余不食言 那意思就是说 我曾国藩向来认为 向来以做官发财为耻 做官能守穷为荣 做官贫穷为荣 而且我现在可以把话撂着在我发誓 将来我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 要由我做官挣的钱 那就是违背我人生的信仰 张鸣建林 就是老天爷可以作证 我绝不食言 要食言了我就不是人 曾国藩的意思我们都懂 就是做官要清廉 以清廉为本 要做一个清官才是好官 对不对 但是这段话里头 我个人感觉还有三个蹊跷的地方 第一个 就是做官不贪财 做官以穷为本 以清廉为本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事 就是正常的事 对不对 就是人尽劫之的道理 为什么曾国藩要读咒发誓一样的 要说张鸣建林 余不食言 要跟弟弟在家书里头 读咒发誓 第二 就是说他这个内容 他说我将来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 要是有我做官挣的钱 那我就是以为这是可羞可恨 但是我们知道 曾国藩后来做到两江总督 兵不上书 是不是 官制极品 他后来留给 他最后也是死在两江总督的任上的 就是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 怎么可能没有他当官挣的钱 别说他是两江总督了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三年庆支付十万雪花银 况且他两江总督得收入得有多高 工资得有多高 所以他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 怎么可能没有他当官挣的钱 第三个疑问 第三个蹊跷的地方 就是客观事实和这段话的矛盾 映造起来的矛盾 曾国藩 湖南乡乡人 我们知道 在整个清代 在曾国藩之前 湖南乡乡没出过什么大官 但是后来有很多 后来为什么有很多 是因为曾国藩发达了之后 他特别喜欢提拔乡人 他的同乡 他特别喜欢提拔 所以乡军里头有很多都是湖南乡乡人 但在他之前没有 所以整个湖南乡乡 可以说是曾国藩发迹之后 就要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是不是 而曾家也成为当地最大的乡村 最大的富富 曾家一度是湖南首富 是不是 那曾家成为湖南首富了 曾国藩说自己从来当官不贪财 那这不是矛盾吗 是不是曾国藩说大话放空炮呢 有关这三个疑问 三个蹊跷的地方 我们先放下第一第三个 吃鱼先吃鱼肚子 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 就是曾国藩 他到底有没有留了做官 官奉官淫 作为遗产 留给自己的子孙 当然我们说 曾国藩死的时候 是在两江总督任上 那么他到底留了多少遗产 给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两个儿子 因为他那时候 他那几个女儿都出嫁 所谓的遗产都留给两个儿子 到底留了多少 尤其是金银珠宝 没有史料证明 我们不知道 这里头有没有曾国藩的 这个做官赠的钱 我想多少应该有一点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从一个例子可以反证 从一个小事可以反证 说这个曾国藩的两个儿子 老大曾继哲 老二曾继红 后来都当朝为官 在曾国藩死后 两个人在曾国藩这个家庭教育 严格的家庭教育下 向来以清廉自首 老二不是很有名 老大很有名了 曾继哲一度做到 这个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 这个史料里头明确的写到 曾继哲的一生 他在任英法大使期间 因为国家没什么没有钱 他甚至把自己的心奉 就是自己的工资 全贴补到建大使馆 甚至是个外交活动中去 所以自己一向是勤俭持家 非常节约 穿衣服 常年不买新衣服 说是 说他那个弟弟比他还穷 那个曾继红 在北京当时 当一个低级的官吏 也是非常穷 所以有一次 这个当时曾继哲 出使英国了 这个曾继红在北京 身体也不好 比较瘦弱 然后生了一场大病 生病就要抓药 就要看病 看完病之后要抓药 因为大病 说是买药的钱都不够了 因为平常 工资本来就很微薄 再加上 这俩孩子在曾国藩的教育下 是向来不拿任何灰色收入 所以一直过得很拮据 所以这个曾继红生病之后 看病的时候 抓药的钱就不够 这时候为难 人总要看病怎么办 想想给大哥借 但是曾继红想想算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 一是大哥不在国内 二是大哥家里头 也向来拮据得很 想想哪有钱借给自己 我们说这个时候 李曾国藩死后也没有多久 对不对 要是曾国藩留下大量的遗产 这两个孩子又不是败家子 史实证明这两个孩子 向来品杰非常高 又不是败家子 怎么可能没钱看病 到这个份上 说到后来万般无奈的时候 还是左宗棠知道了这个消息 左宗棠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热泪盈眶 说我平常最不服曾国藩 是不是 但到这个份上 我老左不服这个老曾也不行 为什么呢 教词有放 这两个孩子真是 身在官场明文之后 居然清廉自首到这个地步 而且穷到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说左宗棠慷慨解囊 为这个曾继红雪中送炭 才帮曾继红渡过难关 我们说曾国藩他家 曾家在湖南乡乡是首富 这不假 但并不是说曾国藩他们家富 而是曾家的家族在当时 在湖南乡乡是首富 尤其曾家最富的是谁呢 就是他的那个弟弟九弟曾国权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 就兄弟五人 当然曾国权在里头排行老四 要是在整个兄弟姐妹 还有一堆姐妹一起排的话 曾国权排行老九 所以曾国藩一般称他是九弟 后来曾国权带兵 在军中一般称他为九帅 这个曾国权和曾国藩不一样 那是非常贪婪的一个人 而且打仗特别狠 曾国藩书生带兵 虽然书生带兵 但是有着湖南人的狠劲 他那四个弟弟比他还狠 所以在当时曾家五兄弟 被称为是如狼四虎五兄弟 但在如狼四虎五兄弟中 最狠的就那个曾国权 曾国权说是最喜欢干的事 也是最上尽天良的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屠城 攻下一座城就开始屠城 然后就重兵截略 因为他比屠城还喜欢干的一件事 就是抢钱 特别贪财 事实上曾国藩那几个弟弟 除了他之外都特别贪 尤其老九最贪 所以我们说知地莫若凶 曾国藩就是知道弟弟这个德性 所以写信的时候给他讲 当官第一要是要守得贫穷 是要清廉 然后给他诅咒发誓一样 拿自身做一个榜样 做一个典范 就是希望能够把弟弟引上正途 可惜虽然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很有方法 但他对他那几个弟弟 尤其是在清廉上 一直没办法 这几个弟弟天性比较贪 比如说曾国权 特别贪 我们不讲他喜欢屠城 屠城完了 重兵截略 抢金 抢完了之后 就把钱运回老家 都运回湖南老家 所谓湖南首富 曾国藩虽然花尽了心思 告诫这个弟弟不要贪 虽然想教育好这个弟弟 但没责 曾国权根本不听他的 后来曾国藩手下最心爱的一个将领 也是湘军里头最清廉的一个人 彭玉玲 实在看不下去 曾国权是湘军里最贪的 彭玉玲是湘军里最清廉的 水火不相容 虽然他是曾国藩的心腹 但是他最后也是实在看不下去 上了个奏折 列了曾国权 十大罪状 要弹劾曾国权 而且不必嫌疑 他又是曾国藩最心腹的将领 所以先把这个奏折先递给曾国藩 说请你 请曾大人 你帮我递给曹清去 曾国藩一看就很为难 为什么呢 他这几个弟弟 他总共四个弟弟都跟他出来带兵打仗 其中有一个没出来 剩下三个都出来 他的三弟五弟都战死沙场 都跟他死在战场上了 所以他觉得特别亏欠这几个弟弟 所以他就特别互短 想来想去 最后还把这事压下去了 但是曾国权向来我行我素 不论曾国藩怎么教育他 他根本不听 不仅自己在家里头大心吐木 他还出头替曾国藩拿主意 他探亲回老家的时候 曾国藩还在军中 他一看他们曾家的老屋比较破旧 然后因为当时曾家几兄弟没分家 但老屋主要住的掌房这一支 就是曾国藩他这一支 他一看来 我有钱 你不见 我替你见 他在家里自作主张 然后把曾家老屋翻修了一下 后来还新建了好几间房的 但是他估计他大哥又要说他半天 所以他也没敢特别花钱 花了三千串钱 翻修装新新建了几间屋 相当于当时屋价 也就是几百两银子 但曾国藩知道这事 果然勃然大怒 写信给自己的弟弟说 你怎么能替我拿这个主张 说这个房子新建 建新了之后 新房子搬进去容易 搬出来难 一旦住到好房子 你想再住差的 你住了别墅再去住窝居 你就住不习惯了 曾国藩在什么意思呢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你让我的子女住到奢华的环境里 他们怎么才能解减呢 所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藩说 要么你把这新房子给我拆了 要么我这辈子坚决不回家住你的新建的房子 曾国藩作为一品大人 光靠自己的兴奉 应该也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且即使曾国藩这样做了 也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我们知道曾国藩和他的家人是过得十分辛苦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把妇女的日子过得这么穷呢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看重穷字 主要我们总结一下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曾国藩认为在官场上 尤其是在官场上在仕途上 这个穷字是保身之道 很重要 我们不讲他这个做官要学曾国藩的做官的技巧 穷字可以保身 在当时曾国藩是清朝 清王朝的里头最重用的一个汉人的官员 我们知道清朝向来有一个政策叫做满汉相防 就是满清的朝廷向来不敢重用汉人 不是说不给汉人当官 但是有实权的尤其是可以掌握兵权的这种官都不敢放心的交给汉人 曾国藩是一个例外 为什么会有这个例外呢 实势所迫 说曾国藩主见乡军的时候 一出场 相谈大节 对吧 虽然他在那进港败得很惨 自己弄得要投水自杀 但是他的前锋 乡军主力 在相谈大节 然后乡军趁势 兵进湖北 一直打到武昌城下 后来一举收复了武汉山镇 这个消息传到咸丰皇帝那儿 咸丰皇帝高兴的手舞主导啊 咸丰说什么呢 说不义曾国藩一书生 乃能见此其功 就说哎呀 想不到啊 想不到 想不到曾国藩 一个白面书生 居然能见此其功 所以咸丰都高兴的要疯了 所以他紧接着圣誉里头又说 说什么呢 说获此大圣 素非意料所及 那意思就是 想不到啊 想不到 哎呀 我真是想不到 就在那感慨 感慨自己想不到 高兴啊 所以咸丰一高兴 封官 许愿吗 封了曾国藩什么官 湖北巡抚 这不得了 一方大远啊 一方诸侯啊 就相当于湖北省省长 有实权的 让曾国藩当湖北巡抚 圣子一到 曾国藩一看 封了自己湖北巡抚 那非常高兴啊 有实权啊 调兵调粮 这个拿钱都好办 非常高兴 但是 官场的规矩 规矩是什么 皇上封你官 你得客气客气啊 是吧 你得推辞一下 你怎么就 舔着脸觉得 哎呀 封我这官 我就应该的 这哪行啊 所以他写了封奏折 啊 说我这个 其实财德不足以啊 做这个啊 就推辞一下 客气一下 其实 这也就是官场的 这个啊 潜规则 就是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是吧 他也就这么熟套 做一下 哪知道 这个客气客气的 宋泽 这个奏折送上去之后 过了七天 贤峰皇帝的 批复下来了 这个批复实在让曾国藩想不到 贤峰怎么批呢 说 朕料汝必辞 又念及整十东下 属府空有其名 故以降指令 辱勿有俗里 湖北区 这什么意思啊 就说 我知道你肯定要推辞 既然你推辞 那就算了 那你不要搭这个湖北区 你说这不逗你玩吗 这个事 而且 贤峰皇帝也不是心里怎么扭曲了 说这话大概自己心里也不好意思 随心 随这个奏折的批复 还有一段话 是干什么呢 不仅不给中国藩湖北区府 还骂他骂了一顿 批了一顿 说什么呢 说 你上次写奏折给我 为什么不属湖北巡抚的关系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上次的圣旨 已经让你做湖北巡抚 你就应该属上湖北巡抚的关系 至于我这次不给你 那是后面的话 是不是 你这太不像话了 我当时都封你湖北巡抚 你不属湖北巡抚的关系 下次一定要注意 这个 曾国藩简直就晕了 莫名其妙 这不是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咸丰 怎么像小孩一样 六月的天 小孩的脸 变得怎么这么快 一般人不理解 大家都替曾国藩鸣不平 其实曾国藩的多聪明 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 事实上当时曾国藩武昌大捷的消息传来 咸丰确实是很高兴 也下了圣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 但是高兴劲还没过去 旁边一个大学士齐骏早就给咸丰说 说什么呢 说曾国藩以侍郎在即 有匹夫深 匹夫居里里 一豪决起从事者万余人 想非国家之福也 就说皇上 曾国藩在老家丁幽 丁幽是辞了官丁幽的 身上没有官职 对不对 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 这样一个平头老百姓 登高一呼四方响应 想想 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 这话一说完 咸丰鸣鸣鸣鸣打个冷战 为什么 一下想起满汉相防的主训来了 郑国藩是汉人 所以咸丰一直对郑国藩 小心提防 甚至贤方死了之后 慈禧太后 垂帘听政之后 也是对曾国藩一直小心提防 曾国藩对此心里像明镜似的 清清楚楚 所以他打下天津之后 湘军各级将领 从左宗棠到彭玉林 到曾国权 各级将领 都建议他 建议他什么 反了满清 是不是 有钱有粮有军队 是不是 有实力 要不就反了满清 推翻满清 要不就隔疆而至 曾国藩不肯 为什么 一个是曾国藩身上有根深蒂固的 儒生的 君君臣臣的道德观念 信仰决定人生 是不是 即使儒家的信仰造就了 有成就的曾国藩 同样也决定了 他不可能做一个反尘 另外曾国藩也知道 知道他自起兵之处 满清王朝就对他时刻提防 他要一不小心有个把柄 落人手里头 他立刻圣急而衰 是不是 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 所以他知道很清楚 所以他一直在官场上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就小心谨慎 所以他非常懂得为官之道 明哲保身之道 而最重要的明哲保身之道 曾国藩就讲 就是你得穷 你得不贪 你能穷 你不贪 说明你什么 没野心 是不是 而且你这样没把柄 烙在人家手里 所以曾国藩一带兵 一组建乡军出来打仗 立刻喊了口号 喊得正天响 恨不得还开个新闻发布会 给全天下都知道 喊什么呢 说我曾国藩 不怕死 不贪 不怕死 不爱财 其实这口号也不是他喊的 谁喊的 岳飞喊的 岳飞说的 文官 不爱财 武官 不怕死 国家才有希望 曾国藩就喊 我不怕死 不爱财 就说明我是尽忠报国 所以他始终 在钱财这一块上 从来没有给人抓住把柄 第二个原因 曾国藩这么看重穷 就是不论是不是在官场 在人生 穷是善身之道 我们说民间有句俗话 叫男人有钱就变坏 是不是 女人变坏就有钱 又破半句有人这么说 其实对于男人来讲 确实最危险的两样东西 不是女人 是什么呢 金钱和权利 对不对 所谓名利场 但凡权钱交易牵扯到 常常都是危局 都是惊心动魄的危局 这男人但凡碰到权钱交易 没有不坏事的 没有不坏身的 没有不出事 所以所谓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眼里头把钱看作比一切都重要的 这种人人品肯定不咋地 所以曾国藩 拿那几个弟弟没办法 只好下尽功夫教育自己的孩子 要能勤俭节约 他有一封信写给自己的二儿子 曾继红 非常有名 当时曾继红才九岁 可见曾国藩真是一个好父亲 一般我们说写信回家 都是给老婆写信 或者给父母写信 顺带着问问自己家孩子 怎么用一下 但是曾国藩不仅给父母写信 给兄弟写信 给自己老婆写信 自己的儿子才九岁 就单独给他写信 特别有名字封信 所以一开始先鼓励曾继红 说我听说你九岁就很懂事 很好啊 赏识教育 把自己孩子捧了一下 然后就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 于不愿为大官 但愿为独书名理之君子 勤俭自持 喜劳喜苦 何以处乐 何以处愿 此君子也 就是一般人都希望当大官 你爸爸我不希望当大官 我只希望当君子 那意思也就是说 我也不希望你当大官 当一个君子最重要 君子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一个条件 勤俭自持 你要能洁身自好 那就是君子 所以这个信的最后说 而年尚佑 且不可贪爱奢华 不可惯喜懒惰 无论大家小家 事能工商 勤苦俭约 未有不心 娇涩倦 未有不败 曾世民言 勤苦俭约 未有不心 娇涩倦 未有不败 真是 知识之名言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有什么 有关富二代的问题 对不对 好像不知道怎么教育富二代 看看曾国藩家书早就提出来 最好 最有用的答案 什么呢 就是你的那个富一代们 应该把那个富二代们 怎么样 即使有钱 也得穷着养 对不对 穷着过 这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 就是曾国藩之所以这么看重穷这个字 还和他人生信仰有关 我们知道 曾国藩是什么 是一个标准的儒称 以儒家传人 理忠师自命 所以仁爱忠素 礼仪廉耻 是他心中至高的标准 所以他后来在南京 两江总督府的时候 把自己家眷 老婆孩子接过来 接到南京 当时 淮军首领 也就是他的学生李鸿章 一看 曾老师的家眷都接过来了 然后出面请曾家的女眷吃饭 这时候曾国藩两个最小的女儿还没出嫁 因为李鸿章要请吃饭 是不是 那是等于参加社交活动 两个女儿就吵了一架 就哭起来 为什么吵呢 因为两个女儿只有一条绸缎的裤子 漂亮的绸缎的裤子 好看 还不是他们原来是大嫂留下来给他们的 只有一条都抢着要穿 怎么办呢 那个最小的女儿曾继芬 后来很有名叫崇德老人 他回忆说 说自己就哭了 抢不过自己姐姐就哭了 后来曾国藩就安慰他说 说什么呢 说如果明年我还能再做两江总督的话 我答应你一定单独给你做一条 小女儿曾几分一听 开言欢笑 高兴急 我们都觉得奇怪 这堂堂的两江总督曾国藩 至于要连任了 才能给女儿做一条绸缎的裤子 至于抠门到这个份上 事实上 不光他对女儿对家人这么要求 他之所以这样 完全是因为他向来这样要求自己 曾国藩当年考中进士的时候 说是曾经做过一条天青段的马挂 一套新衣服 天青段的也绸段的 特别好的新衣服当时认为 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新衣服 这件衣服一穿穿了三十年 平常舍不得穿 但凡过年过节 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 才拿出来穿一下 结果到他死的时候 这件就这么一套新衣服 还斩斩心心的 跟新衣服一模一样 三十年 所以曾国藩有一句名言 他说什么呢 说古语云衣不如心 人不如故 然以武观之 因应不如故 就是说衣不如心 人不如故 大家都这么说 但我觉得衣也不如故 为什么衣服还是旧的好呢 那是因为生活还是简约的好 对不对 所以衣食住行 不要说穿 当时曾国藩有个外号叫什么 叫一瓶宰相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每饭只食菜一瓶 吃饭就一碗饭一碗菜 不光这个外号 也不光他吃饭 还有个著名的典故 说曾国藩有个吃相 叫什么呢 叫只吃眼前菜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 到扬州去试茶 扬州一提 两江总督来了 扬州是什么地方 严商聚集的地方 最有钱的人 是不是 还不把马屁拍走了 是不是 所以就背下盛大的酒宴 来招待总督大人 曾国藩因为要找严商 愁军饷 再加上他这个人比较谨慎 不好拒绝 然后就去了 结果一去都看傻了 瞠目结舌 这个饭菜豪华奢侈到这个地步 曾国藩一般不让人为难 但是实在吃不下去 不论别人怎么劝菜 就吃眼前 吃了几块那道菜 别人都纳闷 他不敢问总督大人 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 都以为一瓶宰相 一顿饭只吃一碗菜 所以他只吃眼前的 结果曾国藩下来之后 给身边人说 说什么呢 说自己为什么只吃眼前的道菜 说一食千斤 你口不忍识 目不忍睹 就是说当今天下纷乱 百姓流离 这帮家伙 一顿饭吃这么多钱 吃掉老百姓多少钱 多少顿饭 是不是 爱牵刀的 是不是 那又不好骂 那又不好 当时寒下脸来 所以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无声的抗议 只吃眼前的 所以一生守住一个穷字 中国藩有一句名脸 他写过一对名脸 叫什么呢 叫养活一团春意识 撑起两根穷骨头 这样人生才能生机忘年 所以他又说 受不得穷 利不得品 受不得驱 做不得事 如果你经不得穷 你的人体就利不起来 你就不可能成就 非凡的人生 当然了 面对这个穷字 我们说 安平乐道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困难 像曾国藩从头到尾 在人生中始终如一的坚持下去 确实很难 但是我们知道了 曾国藩除了这个穷 除了这些事 他做得很顺畅之外 那么他的人生里头 有没有那种 说实容易 做实难的事 他也做不到的事 他也费老鼻子劲的事 有没有这种事 请继续收看下集 谢谢大家 曾国藩虽然身为晚清大独 理学大师 但是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 刚刚不如是否的他 其实是一个举止轻徒 做了不少光堂式的浪荡公子 后来有一个人送给曾国藩一个字 才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送给曾国藩哪个字 为什么曾国藩在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 一定要遵守这个词 敬请关注曾国藩家训上部 第四集 养得胸中一种田径